一念离真 皆为妄想 大家好 欢迎收看佛说 佛说与你一起看遍世间百态 风水是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一门悬术 也称清巫术 较为学术性的说法叫做勘于 其实在很多房地产商建造楼盘之际 都会先考究当地的环境如何 再让专门的人设计好相应的装修风水 然后再建造 不止私家住宅 就连一些公共建筑的建造 都是有些风水讲究的 比如上海高价著名的盘龙柱 新疆的八卦城等等 对于著名的房地产商 我们不得不提李嘉诚了 港澳台五大富豪家族包括 李嘉诚家族 李兆基家族 郭炳香家族 霍英东家族 何鸿燊家族 而要解读李嘉诚的成功事业 必须要谈到他的原配夫人 庄月明女士 李嘉诚的原配夫人 在家离其逝世后 李嘉诚则以王妻的名义 在香港大学捐赠了一座 庄月明楼 这一座庄月明楼背后的 各种装修风水设计 却让人议论纷纷 不寒而栗 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今天来一探究竟 这其中的恐怖之处 李嘉诚原配夫人 庄月明离其逝世 1990年1月1日下午 香港首富李嘉诚的表妹 兼原配妻子庄月明 在家中突然去世 李嘉在第二天才对外公布死讯 公告的内容只有寥寥几句 意思是 庄月明死于心脏病发 消息也不是很显眼 这符合李嘉人一贯的低调作风 可能不愿此事被外界过多关注 但坊间对于庄月明的离奇离世 猜测纷纭 流传最广的版本呢 是庄月明死于自杀 事件发生后就有媒体报道说 他是服食过量药物 抢救不治身亡的 作为华人首富的妻子 膝下两个优秀的儿子 自己又是出身名门 养尊处优 能力胆识俱佳的千金小姐 为什么会突然想不开选择自杀呢 要解释这个问题啊 还得重新梳理庄月明和李嘉诚之间的结发情缘 李嘉诚出生于1928年 晤晨年7月29日 属龙 出生地呢 是广东潮州 潮安县 祖籍是福建莆田 1939年 李嘉诚毕业于潮州北门街观海丰小学 实际上他只有小学学历 也是这一年啊 为逃避战乱 父亲李云京和母亲庄碧琴 带着11岁的李嘉诚 与李嘉钊 李素娟三兄妹 前往香港 投奔李嘉诚的舅舅 庄静安先生 庄静安是香港的大中表商 有个女儿叫庄月明 比李嘉诚小四岁 是李嘉诚的表妹 庄月明不但聪明伶俐 心地善良 而且自幼在香港的高级书院读书 后来赴海外留学 精通多种语言文化 庄月明会帮助李嘉诚 学习广东话和英语 李嘉诚呢 则经常讲一些历史故事 给庄月明听 1943年 李嘉诚的父亲李云京 因劳累过度 染上肺病去世 15岁的李嘉诚 不得不走向社会谋生 当时有个会看相的同乡 认为他眼眸无神 骨架瘦弱 难成大器 李嘉诚先生 在舅舅庄静安的 中南钟表公司 当泡茶扫地的小学徒 1945年8月 日本投降 李嘉诚被调入高升阶的 一间钟表店当店员 学会了钟表装配修理技术 1947年 已经长大的李嘉诚 因不愿长期寄人篱下 去了一家五金厂当推销员 开始了香港人称之为 行街仔的推销生涯 1948年 年仅20岁的李嘉诚 担任了一家塑料花厂的总经理 1955年 李嘉诚把握时机 用平时省吃减用积蓄的 7000美元 在烧鸡湾 创办了自己的塑胶厂 命名为长江塑胶厂 李嘉诚牢记父亲的嘱咐 求人不如求己 吃的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工作十分勤勉 1958年 李嘉诚在北角购入一处地皮 新建一栋12层高厂煞 开始介入地产市场 他独到的眼光和精明的开发策略 使长江很快成为香港的一大地产发展和投资实业公司 1963年 已经35岁的李嘉诚 与31岁的庄月明结婚 这在当时啊 已经算非常晚的晚婚了 这不仅使李嘉诚有了婚姻归宿 也使他在事业上得到一位强有力的帮手 婚后两人育有两个儿子 李则聚和李则凯 1989年12月31日 李嘉诚夫妇还出席了在军月酒店举行的迎新年宴会 第二天 庄月明就突然去世 年仅58岁 庄月明去世后 小儿子李则凯对李嘉诚太多的转变 也许能反映一些问题 当时庄月明离世没几天 李则凯便以工作不便为由从家中搬出 有段时间呢 甚至宁可住在酒店也不愿意回家 曾任记者和编辑30多年的香港资深媒体人刘珊 通过《明报》出版社 于2003年7月出版了一本叫 《神话背后李则凯的书》 里面写道 庄月明长期失眠 而丈夫并不能给予他多少陪伴与耐心 所以他只有每天给当时远在加拿大的小儿子李则凯打电话 与母亲感情深厚的李则凯非常希望可以负起照顾母亲的责任 并一直认为他应该离开那个地方 离开香港 离开令他不愉快的人和事 李嘉诚为王妻建庄月明楼 妻子的去世和小儿子李则凯的班里 令李嘉诚内心极度不安 就在庄月明去世那年啊 李嘉诚在香港大学内捐赠了两栋楼 一栋物理楼 一栋化学楼 以妻子的名字 开工建造了庄月明楼 该工程于1994年12月完工 这是一栋以纪念为由修建的楼 原本应该充满爱情的甜蜜 和思念之情的 但许多人呢 却提楼色变 这和风水先生说的锁魂术有关 也和庄月明楼的设计有关 因为传言 庄月明是服毒自杀 而李嘉诚呢 又十分相信风水之说 担心庄月明死后 距阴间告状 风水轮流转 扰乱自己之后的命格 于是请了自家风水大师 将庄月明的魂魄留在人间 永世不得超生 从事房地产的人呢 多多少少都有些信风水 更别提房地产大佬李嘉诚了 李嘉诚没退休之间啊 身边还有御用风水师伴随的 而李嘉诚建造的庄月明楼 是很多人传言的镇魂楼 庄月明楼困魂树怎么破 庄月明的魂真的被困在里面了 如果是真的 那么庄月明的魂被困在楼的哪里呢 李嘉诚是潮汕人 一生笃信算命与风水 庄月明楼的造型 与香港大学其他建筑形态格格不入 建成后传闻不断 一度有风水师指出 该楼形似棺材 内部回旋不断 作用是为了镇住亡魂 因此这栋楼被香港当地人称为困魂楼或镇魂楼 关于庄月明两座楼的风水怪潭也随之而起 很多建筑物面前都会有喷泉 但因为许多人说庄月明楼的设计 从几个角度来看 特别像棺材 庄月明楼前的喷泉呢 又不多不少地 矗立着三块大石头 当喷泉常年不停息地往外喷水时 结合上图拍到的半圆形喷泉设计 或有一种人在坟前上香的济世感 清明节去祭祀过的人应该都知道 祭祀的时候都是要烧三支箱 除此之外啊 神似棺材门的门框框窗上 还有一些别致的设计 起初呢 我也以为这只是单纯的镂空花纹 直到有人说呀 那几个圆形是古代的铜钱 要是再站远一点 顺着门框最上面的圆弧形 连线往下看的话 特别像一把金钱箭 风水说里 金钱箭是有辟邪挡煞的作用的 李嘉诚相信风水 做个辟邪挡煞的设计也无可厚非 但是 庄月明在生前最后几年 身体并不是特别好 几乎是坐轮椅出门的 庄月明楼说是为了纪念王妻 但这栋楼的电梯却只能上不能下 连上厕所都要上三阶楼梯 这在风水里面呢 也是讲究 只上不下 连上三级 寓意升官发财 可和行动不便 要坐轮椅的庄月明联系到一起 这设计 似乎就不怎么人性化了 更有甚者还说 庄月明楼的文娱中心 不光下楼不方便 连扶手都是用柳州木做的 扶手格外粗壮 一抓不稳就会摔下楼 而柳州木是什么木呢 做棺材用的最多的 还就是柳州木了 于是 只能上不能下的电梯 行动不便的人上去了 就很难下来 棺材外形的设计 内部用棺材木做的扶手 门框镜框的金钱建造型 加上门口的三支箱 每个女厕里都有的穿衣镜 种种不合理的设计联系到一起 锁魂之说呢 便越发广泛的流传开来 道理也确实是这个道理 有钱人家虽然喜欢做一些 奇怪设计聚材 但是把聚材的地方 放到人来人往的学校里 这寓意和效果也确实不是特别的好啊 事实上啊 庄月明楼的地理位置 确确实实是风水里的宝地 香港传说有一条龙脉 就是红色线条标出来的那里 而香港大学和庄月明楼 红色圆圈所处的位置 刚好是在龙脉的正穴所在 如果说庄月明楼的修建 是李嘉诚为了锁住龙脉保全运势 倒也比较合理 也许李嘉诚修楼的初衷 就是借纪念王妻之命锁住运势 建筑也好 位置也好 朝向也好 也是在用庄月明的生辰 为后世造势 不管怎么说吧 适者已适 李嘉诚原配夫人的适事的真实原因 也许啊 只有他自己是最清楚的 好了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了 希望此次相遇 能给大家带来收获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 希望大家能给我点个赞 或者留言分享订阅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感谢您的观看 안过 Researchers